你 让你小助手假扮未婚妻 人家愿意吗 当然愿意 我可是付了钱的 那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 不愿意 但我愿意 我看见他 往家里搬回了一个保险箱 没猜错的话 那个箱子里 应该有很重要的东西 看来 还是楚总计告一筹 其实 我就是想让老王露出破绽 我就知道我假装投诚 那个老狐狸根本不会相信 说别计划 正式启动 别动 把眼睛摘下来 你的香水出卖了你 你不是想要惊喜吗 老公 结婚今天日快乐 结婚今天日快乐 老婆 我的礼物呢 你并不认识 准备 你并不认识 你叫什么 颜真 那我的未婚妻 就叫颜真 贪心又没品 这就是你的本性吧 你就是天煞孤星足日蜜 你能有今天 还不都是我大哥给你的骨工 看大嫂的表情 不欢迎我这张 跟我哥一样的脸呀 无论是谁都不能阻止 查清当年的真相 不管他是楚泽安 还是楚泽强 我要你离开安室集团 然后拿回一切属于我哥的东西 我正式为我的账务 楚泽家 申报死亡 找地方 藏好伪伴 下次 人性 可经不起考验 你为什么会给我一种熟悉感 你到底是谁 早知道做什么我明白 我 不是你 我不信 四年前 你独自面对危险 这一次 往我来面对 看来 偶尔度假还挺好的 只要跟爱的人在一起 在哪儿都挺好的 你去了陆城 是啊 来了才觉得 我这四年过得真是太劝了 是跟楚泽安一起吗 怎么 度个假还不能找个伴啊 言真 你们先别查了 你们已经被盯上了 公关部收到了狗仔照片 什么 走吧 老婆 好啊 老公 丢人哪 没想到我们安史集团居然会登上花边新闻的头条 说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拿回本应该属于我们楚家的一切 言真 现在的确不合适再担任集团总裁一致 我很乐意 以集团新总裁的身份 接手安史集团 我们俩结婚纪年日的当天 我收到消息 有人在邮轮上动了手脚 一旦邮轮离岸 就会因为发动机故障而引起爆炸 所以我当时才决定 将计就计 我本想在爆炸前 换成小船回来找你 但是没想到 爆炸的时间比预计提前了太多 我重伤昏迷 被送去国外治疗 我送小后立马赶回本 没告诉你 就是不想你被卷入危险之中 你明天要去找他 表明你的真实身份 他手里很有可能 握有王忠明的重要犯罪证据 但只要你拿到证据 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甚至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 我们还是要继续假装不合 王忠明才会放纵警惕 好 你父母的死 我有责任 我对不起他们 袁总 需要我做什么 我会全力帮你 不着急 狱精咬上钩了 不怕刁铺上鱼 好 优优独播剧asy区